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电纹拍也没用 都没电耶 不知道是怎样 没关系 我们一样一样来 这个没电可能就是电池的问题 我们把旧的电池拿出来 我刚好带GP的充电电池 它这个好处就是充电电池的电流很大 装在电纹拍上面的时候 它打蚊子的效果会更好 这好用 对啊 我装给你看 你看 可以了 它电力就会变很强 打蚊子就很好用 真的吗 嗯 真的 为什么要换充电电池呢 针对大电力的手持工具 例如影片中的补文拍 它是一个深压充放电的电路 那充电电池的输出电流 比一次性碳性电池电流更大 举个例子 电池就像一桶水 充电电池的水管更粗 瞬间出水量就会比一般的水管更大 所以补文拍来说 回电的速度就更快了 如同汽车多了涡轮增压一般 一样的排气量 马力却更强的道理一样 如果你喜欢拍照 相机闪光灯更适合采用充电电池 道理跟博文拍一样 回电速度更快 拍照就更有效率 另外充电电池的能量稳定度更高 例如装电池的手持式风扇 一般碳性电池在持续放电的时候 能量消耗的同时 电压也会明显的下降 就会出现电池还有电 但风扇越吹越不良了 因为电压下降 风扇的马达就会跟着变慢 这时你就会陷入 我想要原本的强风 但又舍不得换掉电池的窘境 这时如果换成充电电池 充电电池在持续放电时 电压曲线是很稳定的 直到电池能量几乎用尽时 电压才会有明显的降幅 所以我们知道充电电池在能量耗尽之前 风扇的风量都会维持稳定的风速了 除了风扇之外 一般的手电筒也有亮度下降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这些设备该用什么电池了吧 冷气的话也是 就是它这边是可以拆开的 那里面换电池 冷气有空气适合装充电电池吗 像有空气这种长时间存放的设备 耗电量小但是待机时间很长 常常会遇到半年后打开电池盖 电池漏液导致腐蚀电池盒的接触弹片 轻则污染电池舱并接触不良 重则腐蚀到内部的电路板导致整台坏掉 充电电池就能刚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结构的不同 不会有漏液的风险 而且可以存放很长的时间下 电量仍不会有明显的损耗 所以在遥控器、时钟、定时器等等 都非常适合使用充电电池 例如我自己做的感应式不光灯 需要长时间待机 并足够电流来驱动LED的灯光 就非常适合使用充电电池了 这个充电盒呢很特别喔 它可以看你的电池有没有电 把电源接上去 你们看到这灯是亮着 如果是闪烁的话就代表没电要充电了 如果亮着的话就代表这电池是有电的可以使用 如果它没电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电池放上去 然后它就可以充电了 充完之后它就一个全新的电池可以使用 我们就可以装在这个电文派上面去做使用 充电电池的最大优势 充电 因为可以重复充电 充电电池每一颗可重复充300次以上 4颗充电电池就等同于1200颗一次性电池 我们知道一次性电池回收处理过程是非常麻烦的 以环保来说 这4颗电池可以省下1196颗电池 以荷包来说 竟然可以省下1万多台币 我不是电池专家 但这样看来是不是很有竞争力呢 是吧 加上这款充电电池还有电量侦测功能 可以透过它来确认电池需不需要充电 一机两用的设计还真不错 可以用了 修好了 好凉了 好舒服 这个电池真好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电池的种类与特点 一次性碳性电池 它的价格最便宜一颗约10元左右 使用最方便 但没有电后只能丢弃 而且放电过程电压会持续下降 导致电风扇 手电筒也会因为电压下降而性能下降 一次性碱性电池 它的价格较高 一颗约30到50元之间 能提供的能量比碳性电池更多 但也不会超过碳性电池的两倍 一样使用后就需要丢弃 且初始电压较高 标定1.5V的电池 实际上可能高达1.7V 过高的电压对玩具就容易烧毁 所以你发现有些玩具会标示 禁止使用碱性电池了 最让人诟病的是 常常会有漏液的风险 导致使用的器材 因为电池关系整台坏掉 还有比较不常见的 一次性锂离子电池 也有人称之为超级电池 它能提供的能量比碱性电池更高 且存放的时间可以更久 但价格非常贵 一颗甚至超过100元 通常用在高精度电路架构中 维持最低运作的时迈工作 最后就是充电电池了 现在市售的充电电池几乎是聂氢电池 改善了以前聂格电池的记忆效应缺点 而且即使反复充电 性能依然可靠持久 低制放电的能力 可以长时间捐流工作 其输出电流大的特点 也可以用在大电流的设备上 可说进壳工退壳手 大小同磁 同时电压稳定输出的特点 比一次性的电池更保护设备的电路 而且依照需求 有不同容量的规格可以选择 要性价比的选一般容量的 要高性能的也有大容量的选择 以上这些对比之下 看起来充电电池优势还真不错 在性能上 环保上 经济上都占有蛮大的优势哦 接下来我们来做有趣的创作 利用简单的零件来做炫酷的单极马达 我们就称之它为电池华尔兹吧 准备的核心材料有电池 导线 磁铁 以及罗帽 小刀 与一些装饰品 那我们出发买材料去 我们来到成立近40年的光南大批发 它东西很多 比市价都便宜 目前全台有31家直营门市 从唱片行起家的光南唱片行 行盖的商品类型包括影音光碟 文具广场 小时候歌手签名会都会办在光南 最新竹的我也买过不少录音带给歌手签名 学生时文具也都在光南购买 因为种类多 而且都是市价的八折 算是伴我童年至今一直不断的地方 现在更有数位钟表 电脑周边 生活百货 光南大批发是我除了电池材料行之外 常常往里面跑的地方了 重点是它的商品非常齐全 几乎满足我所有的生活手续 所以就选这里来购买材料吧 我们来选择这种充电电池好了 这种包装很赞 它有两颗三号电池跟两颗四号电池 而且里面还有充电器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的好处是 如果相较于这种一次性电池 这种四颗等于1600颗的一次性电池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好了 那它还有不同的容量 如果说这个比较超值的话 这就是比较高规格的都可以选择 好那充电电池有个好处就是它的电流很大 所以我今天用在遥控汽车上面 就会跑的马力比较足 如果用在闪光灯它的回电速度就比较快 那电风扇的话它的风力就比较强 所以我们的创作需要转动的 那我们就选择它好了 那我们除了这两颗之外 我们多拿一些好了 古文拍啊 冷气啊 提子机 都买几个好了 好那我们再去看其他的 我还在拿一下好了 再拿几个 这种铝线 它有铝线有不同的颜色 那我们等一下会用这个来做创作 那我们四种都买好了 这个毛毛球应该不错 我们本来粘在上面应该很好看 再看看有什么可以弄 光弹的东西好多喔 这个好了 这个铃铛 我们等一下来做装饰 好那基本上这些还要缺的是小刀 那我们买一把小刀好了 如果你自己有的话就不用买了 我们再来买磁铁 我们的电池是 它的直径是15mm 所以我们买磁铁 是买15mm的 我们买两个 好继续 看看还要买什么喔 买个王子面 这个不错这个不错 喔 我拿起来 材料买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磁铁吸在电池底部 再剪下约30cm的铝线当导线用 因为这款铝线表面有绝缘漆 所以我们先用小刀 把铝线的中间与两端的漆刮除 然后把铝线的中间对折 弯成向下的形状 最后末端靠近底部的磁铁 折好之后放上去看看 你看自己旋转起来了 只需要一条导线跟磁铁 就能自己持续旋转起来 但发现顶部的铝线会一直跑掉欸 我们找一颗罗帽来加强铝线的定位 这样就能稳定的旋转了 我们换个折法试试看 这样也行欸 那我们开始做复杂一点 如果觉得铝线还要刮漆很麻烦 也可以用剥皮后的单芯电线取代 我们把它折成比较复杂的形状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弯折与测试的过程 会需要测试与一直消耗电池的电量 所以采用充电电池是最合适的了 用到没电之后 只需充电三小时就可以重复使用 就不会有电池焦虑了 一时创作一时爽 一直有电一直爽 改成这样的效果就更棒了 我们把导线上做一些装饰 一个旋转圣单树就完成了 那充电电池跟一次性电池哪个转的快呢 实际比较看看 可以发现使用充电电池明显快上许多 就是因为电流输出更大 产生的磁场更强就转更快了 这样的比较虽然直观 我们再拿出更专业的仪器来测量 这是一台内阻仪 可以测量电池的内阻 简单来说 内阻值越低 可输出的电流就越强 测量后发现充电电池的内阻 明显比碳性电池更小 证明充电电池可以输出的电流更大哦 经过这集影片的比较与验证 具经济、环保、耐久、性能兼具的充电电池 是你会怎么挑呢? 请下方留言给我吧 对了 在光蓝大批发购买GP充电电池超优惠 可以来这里买到超划算的电池哦 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 请按赞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的影片演送法 就比较容易推送我的影片给您哦 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